上個週末我們繼續要關注結果 麥寮鄉長補選民進黨 柯文哲全黨力挺的候選人11%得票率 不升反價 就問了 柯文哲為了他去long stay 怎麼害柯文哲變成了票房毒藥 俊大哥 我要跟武器爆新聞的觀眾先說聲抱歉 因為我找到錯字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柯文哲long stay 補選輸到脫褲 這寫不到了 你知道寫不到了嗎 他本來就沒穿褲子嘛 怎麼會輸到脫褲子 亂講 他從頭到尾就沒穿褲子嘛 柯文哲我們講從總統大選一路到現在 包括先前黃珊珊選台北市長 三次他都跟你講說什麼 說我會第一名 我民調第一名 我民調是老二 這一次也有喔 這一次他用什麼樣不一樣的話術 他跟你講 我的支持度大選是34% 我是柯老二 我絕對不是老三的 我有機會啦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才鬧得轟轟烈烈嘛 但你現在問喔 林以理為什麼賣療得票率會這麼差 只有11%喔 我們真的要跟你講科學了 因為過去民眾黨他是什麼樣的政黨 一人政黨啊 一人政黨他另外一個屬性他叫軟性政黨 他不是剛性政黨嘛 就是說你今天國民黨的票我也可以吸 民進黨的票我也可以吸 但這一戰意他正式宣告一件事情 民眾黨已經成為剛性政黨 你會問為什麼不爭反檢 我直接跟你講理由很簡單嘛 今天請問一下 當民眾黨已經成為剛性政黨的時候 國民黨支持者會不會投他 不會 民進黨也不會投他嘛 不會 所以兩黨選票自動排除了嘛 那只剩下民眾黨選票嘛 那再來第二層因素 請問一下這個地盤就是地方型選舉 地方型選舉裡面除了國民黨 民進黨民眾黨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兩個因素叫誰 蘇智芬跟張立善 張家嘛 所以這兩邊再把地方派系QQ 所以最後證明的結果是什麼 柯文哲在這邊不但起不了作用 甚至還幫蘇智芬的人馬吹票 大家我有危機意思啊 很湯啊你不要來算 我跟各位講胡偉的得票率38% 這邊得票率48% 你說柯文哲有沒有用 確實有用 他的作用就是幫對手增加票 而且再度驗證自己沒穿固執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 敗選呢當然要檢討 千錯萬錯都不是他的錯啊 不是啊 他現在柯文哲 我講白了第一 他是不是說我要以 請盡總統大選之力 來去打這個地方型選舉 所以驗證兩件事情嘛 柯文哲這個講法有個問題 他說如果衝來 還是會參選 這個代表我們地方經營 確實不夠 這兩句話聽起來沒毛病對不對 地方經營不夠嘛 要再努力嘛 錯了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自己嚇到賣了去 你是不是自己把所有黨 整塊的阿貓阿狗圖鑑大權 全部都帶下去 你就看到那一張選情之夜就知道了 是不是天天開直播 所以換言之這代表兩個意涵 第一個 你柯文哲請盡自己的個人聲量 但最後發現聲量越來越爛 直播只有一點多萬 兩萬人根本沒人看 選情之夜只有四點多萬 代表你聲量已經遙遙欲墜 這往下掉了嘛 在第二件事情 你的實質政治影響力 也完全沒有發揮任何的作用 只有帶來負面效益 所以當他講地方要再經營 這句話是對的 但同時他也在證明一件事情是什麼 如果全部都要靠地方 換言之客人在打自己臉 他的意思是說 我的所有的所作所為 完全全部都沒效 而一旦張家跟我起屁面 我連總統大選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 是好我們就看到了 這一場敗選的這一個檢討 現在居然傳出 吳靜宜傳出來的 他說民眾黨內居然有人把手指向了 蔡壁如抓他當戰犯啊 居然哥這件事情是講 民眾黨總共提出了270項 各位你沒有聽錯 他說我們這次檢討總共列舉了270項 但蔡壁如當然可能會被列為其中一項沒有錯 但我敢跟各位保證一件事 因為他們現在要把所有的責任 歸咎於說 蔡壁如跟周宇修內討 因為蔡壁如支持黃美瑶 因為蔡壁如如何如何 但我們跟各位坦白講 請問蔡壁如有辦法幫我們講的 林以理增加8000票嗎 有這個可能性嗎 當然完全沒這個可能 所以很顯然的是凸顯移出一件事情 第一 柯文哲根本沒有心思 在這場Mail選舉裡面 他只是要利用這個舞台 來創造出自己的聲量 你說為什麼他要有聲量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要有角色可以扮演 而他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與此同時 他完全無心去顧及到黨內 包括蔡壁如也號 周宇修也號 各位 這整個所有的紛爭 柯文哲只有兩句話 沒有要跟你講 誤會 誤會 完全處理不了 所以現在他們說 黨內在檢討蔡壁如 我敢直接斷言 不是黨內在檢討蔡壁如 而是周宇修跟蔡壁如之間的內鬥內行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停歇 而包括民眾黨自己人 從頭到尾根本沒有人 包括柯文哲在內 認為這場選舉有獲勝的可能 所以驗證一件事情 柯文哲除了寄生之外 他唯一能夠有的作用 就是把民進黨双北市長 台北市長害慘 把國民黨總統大選害慘 還有把郭台銘害到跑路 最後連張家都被他拖下水 柯文哲他的檢討最後怪罪 對這個叫做投票率 可是宇軒的看法不一樣 你這怪投票率 最不能講的就是投票率 為什麼 你已經把投票率吹出來了 你還輸耶 對 所以我們剛才對比一件事情 我開宗民意就已經破題了 胡偉的投票率就是在37 38 但賣了有47 48% 所以換言之 這跟投票率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吹出來的投票率 而且是吹出對手 也就是輸自分的投票率 而且各位你如果有長期的觀察補選 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投票率呢 如果是以補選來講 破四成以上就算是很熱絡了 你這個比例上來看 其實今年麥寮這邊已經打得如火如荼 所以你看王世健也講了 三成一謝才較低 他說柯文哲要學習耐得住寂寞 這句話其實講到一個問題的關鍵 柯文哲其實本來就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他也知道去到麥寮 絕對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但我坦白講 比起耐不住寂寞 我更覺得他是心裡面怕得發慌 怕得發慌怕什麼 當然請問他留在台北面面對什麼事情 台智光案以及賴清德的內閣 還有包括相關的可能民進黨後續而來的司法追殺 以及對於自己八年的檢驗 還有在立法院大眼鄧小眼看著黃國昌 看著黃珊珊 然後自己無能為力 被大家奚落的樣子 所以他自然而然當他來到麥寮的時候 他成為主角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雖然只有短短的九天 但比起耐得住寂寞這件事情 我更認為柯文哲 他是為了避風頭而跑到麥寮去 但沒有想到犧牲掉的代價 就是把自己的聲量 以及政治影響力雙雙毀損 所以你看民眾黨的公職的共識 各位柯文哲還在討論什麼 還在跟你講軍藥飯店 還在跟你講藍白河 所以這只代表一個訊號 當他已經老狗變不出把戲 老科變不出把戲的時候 他只能去吃回頭草 而這個回頭草的邊際效應 只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小 我們看到了上週六 這個麥寮這一仗 Long Stay 柯文哲變成了票房毒藥 接下來民眾黨往哪裡去 麥寮補選其實很明顯的 凸顯出民眾黨的三個危機 我們就講明白了 第一個危機叫什麼 第一個危機叫做 柯文哲的支持度 無法轉移給民眾黨的候選人 這樣有清楚嗎 柯文哲為什麼選麥寮 這是六個地方補選 為什麼選麥寮 就是因為他得票率高 柯文哲選總統全台灣 這麼多的鄉鎮市 他的十個得票比比較高 因為他是26% 全國總平均 柯文哲是26%對不對 你知道麥寮是多少嗎 柯文哲得票比 他跟侯友宜跟賴清德 這樣子比起來 他在麥寮 他得到的票是33.7% 高過平均 對 高過26% 全國平均26% 麥寮高於平均 所以這個我最用嘛 科學理性務實 去那裡就對了啊 所以總統哪一天投的 1月13 那昨天呢 是4月14 對不對 3個月 3個月嘛 3個月前你還有33% 有人講過文恩哥 你說什麼 投票率不一樣 對 投票率不一樣 但是昨天的那個11% 有沒有 就是最後的那個林依禮 他投到11% 也是投票率不高 中央站他只拿11% 你投票率低 你還是有一群人 所以他無法轉移 就起一 起二 年輕人看起來沒有投票 柯文哲在選總統的時候 年輕人反槍投票啊 所以麥寮 有沒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在麥寮 雲林以北或雲林以南 在台南 在高雄 在台中工作 選總統的時候 因為投票率稍微高 其實我跟俊翰哥講 為什麼我講危機 因為你都以為選總統 八成投票率對不對 不對 因為你的麥寮 在總統大選那一天 1月14號 投票率也是62而已 所以他在60幾% 本來就不高嘛 所以你說有多少人沒回來 可是看起來年輕人 確實走掉了 這第二個危機 第三個危機才是真正的危機 第三個危機是誰 第三個危機就是說 會不會 也不是那麼多人不投票 也不是那麼多人說不能轉移 而是你的基本盤 已經不是26% 不是369萬 如果這已經投過了 柯文哲的369萬 跟26% 這柯文哲跟民眾黨 好好檢討 沒得把你們唱衰 檢討以後才能夠向前 我早上也訪問周俞修對不對 重點在於說 如果你現在的盤 已經不是369萬 1月13那一天 很多人投給柯文哲 可是投完以後 原來你不是真正的第二名 不來以為你贏後又贏嘛 所以投票給你 所以那些人直接浪槓跑掉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不是26% 所以他當然 在轉移會流出的情況下 才會投出11% 那你要知道 這個票數留下來 是非常殘忍的 2048票 那這個林一里 之前自己選 都比這個多 那柯文哲選中在這裡 是8000拓票 你就知道8000多 摔成是2000多 丟掉的五六千票 是民眾黨現在目前 你要想辦法把它找回來的 否則 俊亮哥我講結論 這次投 不是投給柯文哲 是投給林一里對不對 這沒辦法轉移 那我就問 2026年 新北黃國昌 台北黃珊珊 他們兩個叫柯文哲嗎 也不是 議員 也不是 所以當你無法轉移 的情況下的時候 2026對民眾來講 其實 是一場硬仗 原子這次我們看到了 賣療補選 柯文哲 他誰啊 人氣王變成了 票房毒藥 你怎麼看 柯文哲他們選完 他們有在檢討 柯文哲檢討的理由就是說 可能我們還是 地方選舉還是要長期經營 我真的不太懂 因為你到現在還在講 這樣的結論 你難道不知道嗎 因為坦白說 柯文哲已經 他們已經經歷過非常多次的地方選舉了 那你難道不知道嗎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他把很多地方有人賴的人 都當名喜快 其中有一個就是他們 他們前民眾黨雲林是 原林縣黨部的主委嘛 叫做陳文心嘛 陳文心是誰呢 陳文心就是 之前的抖六協調會的主席 協調會主席都是在地就是關係非常好的 那當初蔡壁如會到雲林發展黨務 就是跟陳文心在一起 陳文心幫蔡壁如非常多的忙 可是這次陳文心他選完之後他直接講 他說以後我不會玩 為什麼 因為我是負責組織的人 結果這次選舉你們叫我幹嘛 你們都叫我去高鐵站接人 叫我買便當 叫我去站路口 沒有叫我去發展組織 那我怎麼去擴充我自己的人脈 我沒有辦法真正幫到你 我也不被重視啊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 那如果柯文哲他們在經營地方關係 老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就是 有人來參加我就用一用 但是我也不重視 然後這個反正你加入你離開我也不在乎 那你的長期的組織是沒有辦法經營起來 你只是嘴巴講講而已嘛 可是實際上這樣的狀況是只有發生在這一次嗎 沒有 我之前看了非常多 就是有幫民眾黨打仗的人 事後都沒有獲得重視 所以柯文哲如果自己知道說 問題出在於他沒有長期經營 但是他對於大家態度又是一副好像可有可無 那當然就那個 這個問題就沒辦法解決 然後又高估自己的影響力 以為是自己選舉 票就可以灌過去 實際上真的沒有他講的那麼簡單 今天最讓大家很shock的一個 敗選檢討傳出 居然把矛頭對轉了蔡壁如 我問你怎麼看 他們在檢討半天 竟然還是在檢討蔡壁如 所以這不是很好笑嗎 那麼如果今天 連麥寮相長的這個選舉的這個選輸 都能夠把這個選輸的結果 摘在蔡壁如身上 那麼以後乾脆讓蔡壁如 來當這個主席好了 就蔡壁如如果這麼厲害 什麼事情就讓他負全責 你事前不讓他去補選對不對 事前事上連在海報上連邀請 都沒有邀請他 海報上也沒有蔡壁如的名字 等到選輸了之後 又把所有的這些結果 全部摘在蔡壁如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蔡壁如真的是萬用 就是這個選贏呢 就也沒有他的功勞 但是選輸絕對是有他的份 可是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對於柯文哲來講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就是深受打擊 因為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其實大家會發現 這一次選舉裡面 不管是綠跟藍 其實大家都比較低調 黨主席並沒有很高調的在做輔選 但是第一方面 民進黨的這個賴清德 因為他正在籌組這個新的人士 那麼我們國民黨的事實上 因為有好幾個選區 並不是只有提名一個人 所以也不會把重兵 也不會把所有的人 全部都放在一個賣療箱 大家要知道事實上賣療在選舉之前 不但柯文哲是long stay9天 而且他們全黨的立委也好 重要的公職 全黨體議員倒賣了下去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開出來還是第三名 所以對於這個民眾黨 他原來想要因此來佈局他的2026 當然是受一個很大的挫折 所以我覺得今天怪來怪去 也許要怪現在是不是柯文哲他的光環不在 就是他過去即便是long stay 也沒有把票能夠因此而衝高 或者是民眾黨自己本身的地方的組織 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成立起來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好像都沒有真正的再去做 這些相關的檢討 竟然檢討到蔡壁如 如果是繼續這樣的話 那我想民眾黨到2026搞不好 繼續要去檢討蔡壁如了 希望大家每一天挖真相